中国游客有多么的吸引人 大家知道吗 最近有一个美国媒体突然发声说 虽然2023年疫情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全球各个旅游目的地国家盼望的中国游客潮并没有出现 中国游客并没有像疫情之前的几年大量的出国旅游 甚至有很多国际航班因为人员不足都被裁掉了 以至于这家美国媒体说 全球旅游业因此减少收入高达1300亿美元 这个美国媒体的分析我觉得倒是挺准确的 为什么 以泰国为例 泰国本来希望一年能吸引超过1000万的中国游客 然而算算账连一半都没有吸引到 这使得泰国旅游业备受打击 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另一个邻邦日本 日本人说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的不单多 而且特别愿意买买买 是的 曾几何时大把的中国游客呢 被旅游目的地国家视作行走的金条 可是这些金条现在不过去了 所以他们倍感失望 于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大把的国家都在不断的讨好中国游客 新加坡给我过免签 泰国说要给我们永久免签 今天免签的国家越来越多了 但是光给免签 你恐怕不足以吸引广大的中国游客 因为今天中国游客正变得更加挑剔 尤其是我们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问题上 不单要看你有自然风光 不单要看你有名山大川 更关键的是你要有浓浓的人情味 广大中国游客不到海外旅游 于是我们选择在国内旅游 可是即便国内旅游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也是冰火两重天的 为什么 东北的哈尔滨旅游特别的热 而海南的三亚旅游却愈冷 甚至元旦期间哈尔滨一个城市的旅游总收入 就比海南全省的旅游总收入还要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媒体时代旅游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哈尔滨以往也是冰雪为特色的 那个冰雪大世界存在十几年了 怎么突然今年就火爆起来了 而以往旅游特别热的三亚 为什么今年遇冷了呢 这就是因为自媒体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呢 都会被无限度的放大 最终影响当地的旅游市场 比如说最近这两天 我们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指责桂林指责三亚的帖子 有的游客说他到桂林去旅游啊 进到一家很普通的米粉店 点了一碗米粉十块钱 人家还是明码标价哦 直接写在墙上米粉十元 他觉得那很正常我就买一碗吧 结果他的米粉还没吃上呢 进来几个当地人 用当地的语言和老板交流 然后老板就收他五块钱 后来他才得知 这在桂林简直就成了潜规则了 外地人游客来 我收十块钱 本地人我收五块钱 为了防止有人去举报呢 人家还特意的明码标价说我的米粉就是十块 但是呢 我特别给本地人打折五块钱 我让你哑巴吃黄人 有苦说不出 不光桂林这样啊 三亚旅游也是一坑连一坑啊 比如说有个母亲就抱怨说 他领着小孩到三亚的景区去买了一碗面 一碗普普通通的面啊 碗还很大 要价五十 结果呢 只有几根面条而已 勉勉强强的把碗底给盖满了 小孩子都吃不饱啊 桂林和三亚都是我国最知名的旅游城市 说实话 我国有很多知名旅游城市宰客 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 可是为什么在今年很多知名旅游城市旅游遇冷 而不太知名名不见经传的城市旅游却火爆呢 这就是因为自媒体的功劳啊 你想以往对于很多旅游目的地城市来讲 他觉得我是做一锤子买卖的生意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地方再有名 大多数游客可能啊 一辈子来一次也就算了 很少有人会长时间的去同一个旅游城市的 所以呢 当地的商家心想 反正你一辈子就来一次 那我不宰你宰谁啊 我把你狠狠宰一刀 你再也不会到我这来消费 那么我也不担心你心有怨气 反倒是本地人 人家是天天来的 那我必然得打折 必然得便宜啊 不然人家就不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以往传统媒体时代 说实话 我们作为游客 如果在某些地方遭到了冷遇 被人宰了一刀呢 那我们可能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 说实话 真得是对方极其恶劣 我们才有可能投输到媒体 但即便这样 报给本地的媒体啊 本地媒体没有能力过去采访 你报给当地的媒体啊 当地媒体可能还有地方保护主义 人家还要维护自己的旅游形象 不给你报 所以倒退二三十年间 咱们旅游宰客的事少吗 一点都不少 但是呢 大多数游客也就忍了 尤其是咱们中国人 说实话出门在外啊 不愿意惹事生非 我们经常说来都来了 就是旅游嘛 大家图个高兴 花点钱就花点吧 多花点钱 我们也理解 所谓穷家富路嘛 所以当我们回到家乡 和大家谈论旅游的时候 大多数人会讲 这个地方啊 山水太美了 这个地方啊 人文太有传统了 很少人会主动说 我在这个地方花了大头钱 甚至久而久之 很多人觉得旅游 它就是花钱 旅游花钱呢 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没有多少人在意这个事 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 一个自媒体时代 任何一个人去旅游的时候 都可以用手机拍摄下 所有他想拍摄的镜头 所以任何一个危害消费者的行为 都会迅速的被记录下来 传播到网上 而且你这个行为越恶劣呢 你传播的范围就越广 越迅速 然后让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 你这些人是个什么做派 继而呢 就会让很多人打起退堂鼓 大家心想 那我还去那里遭罪干什么 所以我们发现啊 各级地方政府现在的反应 也是非常迅速的 只要你这个地方出了 哪怕一点点问题 就迅速的会有相关部门去调查 而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为什么哈尔滨旅游活 资博旅游活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大家从哈尔滨和资博人身上 感受到了温暖 哈尔滨旅游一开始火的 有点莫名其妙 很多人都说哈尔滨冰雪文明 这都几十年了 然而可能就是从最开始 那么几个人的在推广 越来越多的南方小土豆们 意识到了 哎呦 哈尔滨冰天雪地 异国景象非常的棒 真想去体验一下 继而呢 他们来到哈尔滨之后 感觉到了东北人的温暖和热情 而广大的哈尔滨人 面对着颇天的富贵呢 感觉到惩慌惩恐 所以他们不但不敢去宰客 反而要费尽心思的 服务好广大的客人 这样就形成了正反馈 南方客人感觉到 冰雪大世界没开门 没关系 为你们早开门 南方客人感觉到 网红的大滑梯没滑上 没关系 给你退缓 甚至冻驴都要给你切成片 豆腐脑都要给你加上糖 然后呢 哈尔滨这种种的暖心举动 被大量的游客记录下来 传播到网上 然后形成了正反馈 然后有大量的人感觉到说 哎呦 哈尔滨这么好吗 不去一次太遗憾了 所以哈尔滨旅游越来越火爆 因此大家看到没有 在自媒体时代 旅游的推广方式都发生了根深蒂固的变化 以往我们很多人旅游的时候 哎呀 先翻翻报刊杂志 看看有什么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景点 然后呢 找旅行社去问问家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线路 哪怕你去旅游了一次 被载了好几刀 花了很多钱回来之后呢 你能跟亲朋好友津津津乐道的孩子是 哎呀 那个地方还是挺美的 可是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大多数人是在视频平台上 看到别的人来到网红城市打卡 感受到了这些旅游城市的美 然后就心向网之 甚至大家会主动的去搜索别的博主 种草的种种行程 看看人家是怎么样游览这些城市的 然后跟着人家的脚步去游览 反过来讲呢 哪怕只有一个人吐槽某个城市存在宰客行为 那么他这条视频一定会播的很广 继而就会打消一大批人想到这个城市旅游的想法 所以自媒体时代好事传的广 坏事传的也广 因此我们能理解很多哈尔滨人的做法了 前些日子有一个哈尔滨人看到 一家小店卖锅爆肉 卖68块钱 他非常气愤 他跟店主讲 你们怎么能这么黑心 只有13片肉而已 你们就卖68块钱 你让南方人怎么看我们 你们难道想打哈尔滨的脸吗 在这个博主的带动之下 几百个人瞬间涌入到了评论里 结果这家小店主动关门了 哈尔滨人意识到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 你必须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 珍视自己的名声 你只要稍有不慎 你的恶名就会远拨 继而你城市的旅游就很难发展下去 反过来讲 哈尔滨现在做到什么状态了 不断的推陈出新啊 不断的搞各种各样的联动啊 让游客们总有新鲜感 让游客们感觉到在哈尔滨旅游特别惬意 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 而反过来讲呢 三亚桂林这些老牌旅游城市呢 他们守着自己的宝贵旅游资源 没有什么创新 继而呢 有大把的黑心商家 以往习惯了对游客宰上一刀 而现在不做任何改变 可是自媒体时代 他们的种种宰客行为会被无限的放大 让所有的游客都知道 继而大家就会用脚投票 不到你那里去旅游 包括为什么今天中国人到海外旅游少了 不就是因为去年以来 我们看到了多起海外旅游乱象吗 有中国小夫妇在海外莫名其妙的死掉的 有女性遭遇到性侵的等等 这些事件说实话 只要爆发那么几个 就会让人感觉到到海外旅游 是不是很危险 所以广大海外旅游目的地国家 盼着中国游客而盼不来 因此在自媒体时代 每一个城市 如果你想发展旅游业的话 你真得好好做一番思考了 尤其是那些老牌旅游城市啊 你们如果还想分到这旅游的一杯羹的话 那对不起 你真得痛定思痛 好好整理一下本地的旅游市场了 否则你们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啊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在买家里有何等惊奇 我说 你没想看 有什么需要